吉瓦的一個powerhouse region 真是造酒量最多的一個 region Kahattie 問我是不是跟剛才第一支很不同啊應該 那有什麼不同呢 我又問一下大家 有什麼first impression 問我是不是很不同啊 有什麼不同啊 有些威士忌的味道 那你一定是喜歡威士忌 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說法 我又學到東西了 有些海鮮味 鹹香 也有些鹹香的東西 對 問多一個 第一感覺 有什麼感覺 有些很實香的味道 有些舊數湯的味道 大家平時都喝了很多不同的酒 大家留不留意到 三個infraction裡面 暫時沒有一個同學仔 跟我說果香有什麼不同 因為的確 陶冠造的酒 即便是大家看到的年份 也不是很舊 2019年 是吧 三年 但陶冠造的酒 一般來說 他一出生 他就已經給了一個很earthy的感覺 有些像顛覆了大家讀的WCT WCT WCT會跟我說 Earthy 在特殊 特殊 就是要賣 要賣 要舊酒 但陶冠出來的酒 其實很多時候一開始 已經會多了很多earthy 辣味道 辣味道 甚至是咸香的味道 好像甜和咸共存 的一種感覺 那這瓶酒 也有很多一些Dowman 有些乾花的味道 很多時候我發現 我們香港人喜歡吃東西 對不對 其實很幸福 因為這裡有很多很棒的食物的味道 反而可能他們外國人 會比較難找一些詞語 以江花來講 桂花 如果我再加三個字 就變成食物了 圓肉糕 大家會不會說 他的圓肉 即是Dry Dry Long Dry Long 狼眼的味道其實很出色 嗯 還有這裡有桂花 它就不是一些甜的花朵 是一些乾的花的味道 又是我 我可以說 那裡面你說 Apricot 等等一些 在桃冠在酒裡面 通常它呈現的狀態 未必會是大家所想的 新鮮的狀態 像什麼呢 像一些製過的 例如Apricot Jam 是如指一些peach製的甜品類 那很多時候 都會是我們在一些 Empower wine裡面找到 香料來講 大家喜不喜歡吃印度的食物 喜歡吃印度的食物 通常一定接觸過薑黃 薑黃的一種類型 cumin turmeric 的spices 這個應該 大家應該會覺得 它不是肉桂香 對不對 因為香料很多時候 大家馬上會想的是 花雕八角 肉桂 一些比較偏甜的食物 但是它這個 給了你 是那種 是深料 比較深一些 好像tumaric 薑黃 好像cumin 那樣的味道 然後我想 不需要大家試 純粹看 5號前面 有支2號 他們兩個都一模一樣 是用cassi telly去做的 2號仔 我們之後會一起試 兩個都2019年 兩支都是cassi telly 大家看看顏色 兩支都是塗罐做的 顏色 是不是非常之不妥呢 好明顯 5號深一點 而2號是淺一點的 有沒有人在想 為什麼 有沒有人想猜一下 為什麼 記得答案 在這張 拉上面的 是啊 5號跟2號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兩個 雙塘 雙塘的地方 就是兩個都是放在塗罐裡 去做一個fermentation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ember wine 做法的 5號做多了一件事 12個月在橡木桶 有沒有桶味呢 其實沒有的 它放在一個橡木桶裡 為什麼這樣做呢 還有做得出來 其實一般來說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減低丹靈感 大家喝久的時候 應該覺得這支酒都幾易入口 是有丹靈感的 但相對來說 不是說 嘩 令到我覺得 嘩 好像咳咳 那樣的panic 可以 softened到丹靈感 但與此同時也拿到另一個效果 當你把一支白酒放在橡木桶的時候 你就會做到氧化 而氧化呢 就給了顏色這支酒 我想這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給大家看到 就是塗罐ember wine 不是氧化的來源 放在橡木桶裡 才能夠養化 給你的效果 譬如像白狗一樣 它就會變深色了 我們試完白 不如試紅 試過紅酒的朋友 應該都會試過這支叫separavi 試過separavi 我知道應該 前方這個女士也試過 我知道Eric也試過 試過separavi 我想問你們的經驗 那支酒是dry還是甜的? Dr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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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試過separavi 都是dry的 好 今天將會有一支甜的給大家試 那separavi 一般來說 大家會遇到的Style 可能在香港來說 可能會是DryStyle 當然 在隔路吉亞 在隔路吉亞 其實有不少是做甜的風格 我們一會兒去試 那些叫separavi 厲害的地方 就是甜和dry版 它都基本上做到 一般來說 如果是做dry的話 出來的效果就是 一支很全身的酒 為什麼呢? separavi這隻蹄子很特別 當然 看上去 它是black grape 令它這麼特別的位置 就是 如果你有把刀 切開這粒蹄子的話 你會看到 肉也是紅色的 這就不是separavi 都有的 Titeria 這個特質 就是說 皮和肉都帶有色素 這個特質 除了separavi 還有另一個葡萄牙的葡萄品種 也有的 如果大家喜歡喝葡萄牙的酒 又接觸過 Alecate Boucher 這些提子品種的話 其實它也一樣是這樣的 那麼好了 當你肉和提子皮 兩個都帶色的時候 出來的酒 只會有一個效果 非常之intense 色澤非常之深 full body 高酸 這樣 高丹尼 高酒精 那我們試一試第三瓶 面對著高酸高丹尼 高intensity的酒 怎樣去找一個位置 去找一瓶 比較平易近人容易喝的位置 給它一些年紀 所以今天我們選的那瓶 是一瓶2015年的Stavravi 大家聞下去 我想聞一下 又是 有誰覺得 咦 有少少似曾相識的味道 剛才自己聞的時候 我立即想到一種 我都挺喜歡喝的酒 amaroni 另一杯令我想起amaroni 我想問你有沒有幾天同學 喜歡喝Burgundy 我先喜歡 不過荷包開始就來買不起 一些舊一點的Burgundy 而通常會給你一點 smokey 和meaty的味道 但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它這麼正 不是說果果的香氣 同樣我們現在這個第三瓶酒 其實都是作為一個叫打鼻魚 它也出了一種 又是了 Earthly 限鮮果果的一個狀態 其實它已經是幾品醉的酒 主要來講 你馬上聞到的是smoke 是用香 好像那些Dry Meat 平時大家吃的那些 Chachutri的味道 奢利子 紅果重一點 喝下去呢 喝下去的Darling 是在的 不過經過陳年之後 開始綿密一點 Finish 其實給了很多 好像用車鈴枝去做Lacure 的那種感覺 很多紅黑果 十八至兩次 有些用車鈴枝浸下去 一些Spirit 一些Rum Spirit Mastery Cherries 的那種味道 為什麼我會剛才 自己一個感覺 就是它令到我 有一點想起 一些舊一點的Burgundy 這個呢 就給大家一個 究竟Daparathy 在陳年之後 它會呈現一個 怎樣的狀態 的一個例子 剛才呢 我們剛才說了三個 提子品種 Gorulimus 回來 Refreshing 一些 比較適宜 可能是做歐風 的 比較是果香重 少少少 第二款Catsitale Catsitale 基本上就是 Earthy Rustic 少少少 Spiced多一點 還有 Catsitale 基本上 你接觸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是 那款酒會是 Embal Wine 即是大有丹靈的 還有第三個提子 我們是什麼 Saparathy 基本上 格羅根亞最 popular 的香 可以做Dry的版本 好像大家試過這款 之後我們會嘗試甜的版本 是一種 High Tannic High Acid High Alcohol High Intensity 如果你是表達三高 它是四高的一種提子品種 那今天呢 我們Cover的提子品種 就是這三款 現在我們會看的 就是 Wine Region Wine Region 除了 選擇 二 二 五 五 六 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